我每次看到这个 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为什么 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想想怎么来的 我突然想做三十年前 一开始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 在剧团的时候 我们叫他修一修 然后就是后来的刘若宇 很漂亮 非常漂亮 把自己的美丑打掉了 尊严打掉 什么什么的东西 通通都拿掉了 透过幽剧场而 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你是什么 疑惑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有一天做了一个作品 我当初问我那句话 最后是谁在做梦 是你做你的梦 还是做庄子的梦 那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有一种 未知 我还是吃饭走路 睡觉 看跟听 企图24小时 我在当下 有意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